嘩嘩嘩 無天理無公義 嘩嘩嘩 黃碧雲探監打卡 邵家樽探監又打卡 有報道說 什麼什麼什麼 珠海迪 曼必 楊岳橋 莫乃光 整20個反對派議員 用自己做議員的身份 cheat check 按轉 探這三個人 還有這班反新界東北暴力衝擊的13個人 嘩 真是佛都有火 12日內最少探監13次 這班人真是離譜到震 竟然想出這條這麼無恥的屎拳 用議員都沒有探監來濫權 不僅可以無限次探監 還可以進去冷氣房裡 又幫到這幾個人 可以不用做監犯的指定工作 嘩 即是搞到這班人連坐監都享有特權 可以說根本坐疏乎監 喂 還好意思 叫自己做政治犯 真是笑大人家的口 事實根本是 整班人做了些不公義的行為 用自己政治身份特殊優待 名益自己有 對其他囚犯極不公平 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 你一堆掛羊頭的政黨 真是值得支持嗎 這樣他們就當進去度假 那還算是坐監嗎 只會更加令他們恨人生 講到尾 違法坐監 是想囚犯為自己不法行為 扶回刑責 而且在監獄深思反省自己過失 出來重新做好人 但是看來 只是這三個人 2014年港民公民抗命會找數 到現在家營 就腦屈政治檢控 就已經知道他們死不悔改 還要加上這群反對派 超無恥夾手夾腳 幫他們坐梳扶監 說穿了 這群人難道不是為自己政治利益嗎 所以就連番包庇縱容 還搞上輪流探監 re-inforce他們死不悔改的歪曲思維 等這16個人 繼續踩心點 繼續暴力 繼續衝擊 繼續違法 全香港人 一個一個認住他們 唯恐天下不亂 荼毒年輕人 推人去死的 就是這群反對派了 這種禽獸的所謂 人人突然諸之 對派了